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学习华传歌的第三句和第四句 第三句是一个新的句子 第四句跟我们学过的第二句是一样的 所以第四句基本上就重复第二句 第三句这次有一个特点 就是我们遇到一个问题 一个同音连续弹几次 同音连奏 在一个音上面弹三到四次 大家看 同样一个手指弹四次 弹五次的话 要注意 这个手啊 不要手腕子动 也不要手指上下来弹 我们平时弹每个音和同音的时候呢 就是靠手指来弹 大家看是这样的 好 这个地方呢 如果是同音弹 就是要注意 是这个小手臂抬起 也不是大手臂 就是小手臂 也不是腕子 不能是这样的 好 大家注意看 是这样的 我先示范一下 不是同音的时候 就手指动了 好 这个地方有两个地方 一个是 好 这两个地方要注意 大家现在同音连奏的话 需要用小手臂抬高 把这四个音五个音的断开 好 好 大家跟我谈第三句和第四句 准备 开始 我不想像 有个人 这个地方 我跟我谈到 你 不想像 就 你 第一遍踏完了,现在我们要注意,再强调一遍 手不要用腕子,也不要用手指,直接用小臂来升高降低 第二遍,准备开始 好,我们最后来弹一遍 来,跟我一起来,准备开始 好,今天的课就上完了,最后我来强调一遍 同音连奏的时候,不要用手指,也不要用手腕,直接用小手臂 好,下次课我们就学习左手部分 也就是说第三句,第四句的左手部分 好,再见